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到新闻邦金山 我是余燕 今天我们邀请来是双合医院的中风中心主任 他也是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陈龙 陈医师早安 余燕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哎呀今天要谈血脂 觉得压力很大 其实我每次检测的时候血脂都过高 高到多少 哎呀不能讲 那是国家级机密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现代人饮食嘛 都我们吃的太精致哦 热量高 也欠缺运动 容易导致肚子肥胖的时候 脂肪就会增加 血糖就高了 血压上升 血脂就会 就是什么三高啦 所以今天要请到的就是 陈龙医师来谈谈哦 那血脂和脑中风有什么关系啊 哦其实应该这样说的哦 我们血管 我们就血一直在流动 对 血管里面如果你油比较多 就好像里面有杂质比较多 嗯 久了之后那个油就会卡在你的血管壁上面 是 慢慢卡了一点 卡了一点 卡了一点 卡到最后是怎么样 嗯 卡住啊 哈哈 卡住了就变成中风了 里面都是肥肉脂肪 对 而且很多时候血脂 它不会单单只有血脂的存在 因为血脂你卡了之后 那个动脉它的会硬化 所以久了之后你会觉得 哦好像连高血啊都出来了 了解 甚至于说我们讲三高 其实互有互为因果 是 到久了之后 哎那你血糖油会出来了 是 而且绝大部分人认为血脂高的人 大部分应该肥胖对不对 嗯 但这个我是觉得这个要纠正了 哦 可能好几个病人 不是这样 他BMI是很标准 可是他血脂还是比较高 哎 为什么这个样子 有些是家族性的 是 有些是家族性的 嗯 可是绝大部分肥胖 其实加上去三高 其实就是我们讲什么 代谢症候群 是 那代谢症候群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血管 脑血管 甚至于说我们跟认知功能障碍 等等那些很多的慢性病 都有相关性 哦 认知功能障碍原来跟血脂也有关系 听起来让人很怕 哦 所以 当然 脑中风有分成哪几类呢 跟这些血脂的关联有这么密切吗 OK 刚刚提到过就是 血管慢慢塞住 血管塞住 就我们讲梗塞性的脑中风 对 然后另外一种是什么 就是当你血管塞住了 塞到一个程度 血管动脉阴化 血液高 那血管会怎么样 就裂开 嗯 变成初血性的脑中风 所以脑中风 大概就分 主要两个类型 一个是初血性 一个梗塞性 是 比例来讲 八成左右 大概就是一个梗塞性的脑中风 塞在里面 没有初血 塞在里面 哦 塞在里面 这个就跟大概三十 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其实比例是完全不一样 嗯 三四十年前 其实我们没有很多的 降压药 或者我们的那个 血脂用药 等等那一些 啊大家对 自我的那个 健康的状况 其实管理也比较差了一些些 嗯 所以那时候是初血 比例大概就七成 梗塞是三成 嗯 啊其实到这几年 这当我 当学生之后 我觉得发现 我们的流行病学统计 已经告诉我们说 梗塞的病呢 大概占着七成到八成 两成左右 大概是初血性的 哦 所以呃 连疾病种类都随着 我们的饮食 还有生活习惯 已经已经大幅 大规模的改变了 可是有一种要注意哦 梗塞跟初血 可以同时存在哦 那我怎么知道 呃我梗塞 就是好了 假设我现在觉得很不太舒服 嗯 那我到了医院急诊之后 你第一刻 第一时刻 你就会判断我 呃是哪一种 是内部塞座 还是初血 是不是 呃其实第一个 我们还是会做一个电脑断层 那是最快的方式 因为电脑断层 你少下去 知道说 哎你有没有初血 嗯 对确定你没有初血 你可以属于一个梗塞性的 中风 是 当然中风会有很多的症状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 常讲就是 脸歪嘴斜 手没力 对这个就很明显 对脸歪嘴斜 讲话不清楚 可能是一侧没力 对不对 一侧没力 对 还是两侧都会没力 呃 比较严重一点的话 甚至要昏迷都有可能 这个 这个绝大部分民众的观念就是说 一手一讲没力才算中风 可是有些时候不见得哦 嗯 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病了 一个患者 他就说两天前他好像打字打了一半 嗯 不太会打 哎 哎 吃饭有时候 哎 要讲一个东西讲不太出来 啊 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况 对啊 过了大概半天左右症状好一些些 他老公讲的 是 他以为没事 然后第二天好像这种症状又出来一些些 嗯 然后过了三天之后才来到门诊 结果呢 我就跟他说这个有可能是中风 嗯 所以住院说真的啊 他是那种散散散散的小中风 嗯 那是堵塞还是出血 堵塞的 他是堵塞的 他应该是一个血栓 刚开始卡在尽端的时候 所以他整个 卡在哪里 卡在血管 脑部血管的尽端 脑部血管 是 所以他有影响一个范围 就是呃 可能就是讲话比较顿啊 手脚比较顿啊 真的那些 过一阵子其实当你有血栓产生的时候 我们体内都会产生一些 溶血栓的机制 嗯 不是很强 当你血栓是新鲜的 有可能从近端 把它慢慢溶掉 他运气好 就好了 他是散到后面 嗯 后面末端有可能完全没有症状 嗯 他的表现就是一个短暂的 有点意识 啊 那个讲话 或者这个工作能力会比较差一些些 对 有些人就觉得 哦 可能太疼嘛 对 对啊 哦 好多就好啊 对啊 哎好像又比较好 可是过一阵子又来一次 对啊 就知道说就不是我们传统讲的一手一脚啦 是 所以很多时候都不认定他是中风 对那这种这种情况 是不是不同年龄层罹患的这类脑中风有不同吗 其实没有 你这个案例是几岁呢 这病人在四十几岁 哎年轻 哎年轻 有点微胖 有点微胖 对他胆固醇是正常的哦 哦 他胆固醇是正常的 可是住院之后我们会发现他血糖有点高 嗯 心脏有点不好 是 对啊 当然这个就是住院以后 我们会帮他安排很多的检查 其实如果那个病人 当初如果早点来 如果他符合条件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紧急的处理 比如说 我们打TPA TPA 龙酸的治疗 或者是 这真的比较严重 我们可以符合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做动脉取酸啊 那些治疗 是 可是夜透了三天呢 其实我们大概只能讲说 把他找他的危险因子去控制 嗯 对 避免他再发作 然后让他的后面的东西继续自我修复了 呃 原则上这样子 脑部的细胞 它的再生能力 不好 嗯 对 所以中风之后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嗯 只是他 因为他散到 比较末端的细胞 是 呃末端的脑组织里面 有些时候是功能 是没什么功能 对 不算是近端 那部分功能会比较明显 算是运气好 是 可是中风之后 其实 当然我们讲 但有 呃 中风目前死亡率其实很低啦 嗯 但我们可以看到 从 刚开始的第一名 到现在已经第四名 有可能继续往下 可是他发生率 一年大概也是六万多块 七万人 有发生中风 也是蛮多的 对 大概也四十几分钟 会有一个中风的病人走掉 是 啊再发生率就很高了 嗯 再发生率就发 我们包含是说 有症状跟没有症状的发生率 是 可是我都跟病人讲说 你发生一次中风 你再发生中风的几率 就是正常的 九倍 九倍 九倍哦 嗯 你吃了药 我大概可以帮你降低 你百分之二三十左右的 再发生几率 嗯 所以你还有七八成 有可能再发生中风 嗯 那个中风包含什么 有症状跟无症状 无症状的中风算不算中风 算啊 算啊 但真好 就是中风之后 没有人感觉 也没有影响 对啊 就只能跟他中风 可能之前真的 好事做得多 好事 有保比的 有给他好 所以像刚刚这个案例是 呃 你们林强常见 然后越来越多了 对不对 年轻人的中风 其实我刚提到过 四七岁 年轻人中风 跟老人家中风 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当然年轻人的中风 我们发现说 初血性的中风 好像最近的比率 有比较高了一些些 哦 是 而且年轻人中风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讲 初血性中风 他的呃 后遗症 或者的愈后 其实没有梗塞性中风 来的那么的好 哦 是这样子 会比较差了一些些 是 然后他危险因子 其实是差不多 啊 刚刚提到过 为什么觉得 哎 最近年轻人中风 会比较多 我想第一个就是压力 嗯 压力是很重要 啊 另外一个年轻人 我年轻嘛 我有本钱 我身体很好 哦 所以我不用看医生 啊 对 对 所以 酒继续喝 继续熬夜啊 吹下去 还有那根 啊 烟 哦 是 烟酒很多 烟酒还是很多 因为抽烟 其实 烟里面的成分 会破坏 那皮细胞 是 造成你的血 比较浓稠 浓稠之后 呃 就很容易塞住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也不只是吃脂肪哦 肥肉 或者是身体没有运动 嗯 有时候抽烟过多 也是造成 对啊 因为抽烟会 会兴奋你的交感神经 你交感神经兴奋了之后 你心脏的 你血压就会高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讲说 哎 抽烟我精神来了 嗯 因为它刺激你的交感神经 可是对你的心脏 对你的血压 对你的血管动脉硬化 还有对你的抗氧啊 等等那些 一系列的 都会有影响 到最后就是发生 中风 或者心血管的问题 是 哦 所以听起来 呃这样 所以健康的人 是不是要怎样去预防自己呢 健康的人怎么样去检查 如果我发现我的血压 血脂血糖的异状 我是不是叫做代谢症候群呢 那是不是这样的人 罹患脑中风几率也会增加吗 对啊 你 你知道有一个 不管是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例 就比正常的人 发生中风的几率 就高了一点多倍 一点五到 甚至有些高到两倍以上 这样很快 对 然后什么 我们讲的代谢症候群 就是三高以外 再加上体重 嗯 或者你的腰围 有没有超过啊 等等那一些 好残酷哦 马上收小夫 对对 所以医师到哪里 看人家第一个先看腰围 这个啊 这个是危险群 对 呃 什么时候需要做检查 其实我会建议啦 如果你有家族死 你大概四十岁以上 你就开始要做 注意自己 如果家族里面 真的有高血压 你最好自己平常 一定会有血压剂嘛 嗯 血压剂就多量几次 看看嗯 呃 你的血压 到底有没有合乎标准 如果真的有高 你还是要找医生 去看看说 你这个血压 是不是有意义的高 嗯 是不是开始要 追查你的三高 等等那一些 如果已经是有三高的患者 你还是要遵循 医生的医嘱 嗯 定期吃药以外 还要定期去 量你的自己的血压 我都跟别人讲说 你总不能说 我三个月 开个慢性处方签给你 你三个月才量一次血压 嗯 这样子 到底你的健康 是我负责 还是你负责 嗯 对 很多时候病人 还是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最好还是 你有高血压的问题 你就每天还是乖乖的 一天两个 一次到两次的血压 记录起来 嗯 那到时候我们诊 拿给医师看 我们就会知道说 哎 到底你的血压状况 是控制的怎么样 是 定期抽血 嗯 然后如果真的 没有三高的患者 其实40岁以上 我是觉得 我还是建议说 定期的健康检查 是很重要 嗯 不要因为你年轻 你觉得一点点红字 我可以 我就可以卡过去 嗯 那一点点红字 久了久了之后 如果你没有注意 有可能就会变成 后面的心血管 或者脑中风的 一些问题出现 好 了解了 所以 呃 假设我们是25岁的 年轻人 然后爸妈都有这个遗传 我一天要量几次血压 25岁啊 血气方刚还正好的 嗯 那还有量完血压之后 那我要怎么测量 知道自己血脂过高呢 OK 呃 以目前会建议 18岁以上 其实你开始要量 第一次血压 嗯 如果你血压是正常 最好是每年 都要定期量一次血压 如果你这样 每年还是每天 每年 18岁以上 对 如果你量的 量到真的是有异常 我想你就会找你 找你的医师看看 是 你这个是不是一个 真的是真正的高血压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有些人 其实在家里量血压 都还OK 去到医院的时候 会有白袍效应 血压就咻 是 平均有研究统计 是平均高了 15%到20 嗯 可是你不要以为 他真的扣一扣 好像是正常 可是这群人 未来变成 高血压的比率 还是比来医院 量血压正常的 高蛮多的 哦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他的血压 自己知道来到医院 要飙高 紧张嘛 啊 因为紧张个性的人 其实以后你未来发生 比如说 啊 高血压等等 那些的几率 本来就会比较高 是 所以那种 我就建议说 你就是要定期 自己量血压 啊 我常常病人讲 血压机 一台买的买过来 两三千块 你一个月量一次 也是这个钱 嗯 每天量也是这个钱 是是 对 多量其实对自己的身健康 是比较OK的 是 对 然后 当你25岁以上 如果你真的量到有高血压的时候 第一个真的不要 还是要去马上去看医生 让医生帮你去做检查 比如说 伴随着 比如说三高的症状 高血压 高血脂糖尿病 最少做一个定期的抽血检查 对 如果有问题 早点去控制会比较好 对 那你是不是高血脂呢 你是不是高血压 你的血糖有没有异常呢 我们今天访问的 这是双核医院的 中风中心的主任 陈龙 陈主任 他刚刚苦口婆心讲很多 上一次他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提过 他就是发现了 在他们医院 中风来的病人 竟然都是自己无力去的 自己骗自动 慢慢散步去的 竟然都不知道 应该要赶快要叫救护车来了 所以现代人 你一定要知道 你现在有什么疾病 那你现在按照 今天节目的公告 继续等会讨论 伯度连部网 北部 中部 云嘉 花莲 连线播出 伯度连部网 是咱的变态 王杰宁 简余燕 新闻 新闻 伯金山 欢迎到新闻伯金山 我是余燕 今天要邀请的是 双合医院的中风中心主任 陈龙主任 昨天刚刚提到 每天要量血压 要不然你买的血压 借得这么贵 那要怎么样测血脂呢 血脂血糖 我想这个还是要抽血 这个没有其他的方法 其实刚刚提到过 不是胖的人 胆固醇脂肪一定会高 瘦的人不见得 他真的一定会正常 所以还是要靠抽血 比较重要 所以其实我要讲 我一个朋友案例 我们记者 真的是高操劳的 那我的记者朋友里面 喝酒肝后来肝命的不幸的 或者是各种癌症不幸的 年轻脆死的真的很多 那我所在行业 不管是政坛或记者 都是喝酒抽烟压力大 然后每天早操晚操的 那所以要请教医师 就是我们这个除了 你有建议血脂过多的朋友 平常饮食生活崎岂怎么改善吗 因为我就说我那个瘦的朋友 两个朋友好朋友 瘦的朋友每天养生 一天一定运动 上健身房而且吃素 胖的朋友一两百公斤 脾气暴躁 每天在我面前喝可乐吃炸鸡 就当瘦的朋友突然 他们两个一起出去应酬的时候 瘦的朋友倒下来 送医院就不治了 怎么会这么不公平呢 明明是胖子啊 那为什么瘦的这么重是血脂 三高都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反而是中风脆死呢 其实年轻的猝死 或者怎么样 大部分应该是他有这个家族史 家族史会说可能是他家族里面 有人年轻就有心血管 脑中风那些病史自己不知道 部分是跟基因是有相关的 另外其实压力 压力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 刚刚你说一两百公斤那个人 可能他就是个性比较外显 骂完就没事了 对他就是这种个性 对他比较瘦的人就很硬 为什么他可以坚持每天运动 吃素 对 他可能就很内念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很硬的那种人 对 有些时候你硬到一个程度 其实对自己的 其实是对不起自己 应该这样子说 真的是这样 那我的朋友他就是最近一大堆凡事来 所以他说他就是因为太过心情不好 屋主所以得了癌症 这个也有因果关系 忧郁症或者心情的问题 其实会影响到荷尔蒙 荷尔蒙当然也会 所以乳癌是这样 对 当然 另外一个就是有人讲说癌症 其实他会里面会一些荷尔蒙的改变 也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当然你是哪一个筋哪一个蛋 这个就不再谈这部问题了 对 所以测血脂还是要抽血 还是要抽血 对 那抽出来之后 血脂高的朋友一直建议我们吃什么 就不吃油吗 还有我一直想不通 就是大家都说我们血脂高的内脏都是脂肪 可是我看我们的图里面 我的心脏也没有脂肪啊 是肥肉是在肌肉上面啊 肝啊 脂肪肝啊 肝里面有脂肪肝 心脏没有吧 心脏很多人说肝胞油啊 其实原则上其实应该是肝脏 肝脏是肝胞油 心脏 但是心脏的血管就是比较容易塞在血管 对 没错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做音试的时候 我们互相扫 几乎我们同届的做音试 几乎每个人都有脂肪肝 你们医生也是高风险行业 对啊 就是那时候做音试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时间去运动 压力大 对 对 其实 而且医生都喝红酒 比较少 没有耶 真的吗 我喝茶 是 现在的医生更好 所以血脂过高的朋友 平常的要吃些什么呢 我想最重要一点就是 油力的东西真的要少吃 最重要一点 你要去调整你的生活形态 比如说运动 特别是我们讲 中强度以上的运动 这很重要 是 另外运动你不是说 问一下导游 十五分钟 准备 我都是这样 十五分钟走一走不行吗 准备混金 最好你可以做油氧 然后做到油氧 好起来就会喘 对 就是有点喘 心跳有点快 一定要流汗 准备混金 这样才叫运动 对啊 这个运动完 其实很多的证据告诉你说 这种中强度的运动 加上有氧运动 它会有效的降低你的我们讲那个TG 就是三酸钥脂这一部分 而且你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 就是不好的胆固醇 都可以下降 而且高密度就是好的胆固醇 会往上 所以医生你说 你有一个阿桑的运动是两个钟头 这样就够了吧 那个阿桑就有点夸张一点 他说每天运动两个小时 走操场 很棒很棒 他说那还做什么运动 他说逛操场 做几圈 他说两到三圈 我说哇两个小时 走两到三圈 一个钟头走一圈 怎么能慢 我不知道是逛大安区 逛多几圈 而且他说就是边走 边跟旁边阿桑一起聊天 这样很happy啊 很happy啊 可是根本就不算运动 不算运动 他完全没有达到 他的运动的目的 他顶多是嘴巴 真的要40分钟 密集的有氧 或者慢跑等等那一些 对你的降胆固存 就像操场盖和脂 甚至对你的脂肪肝 只要你TG降下来 你的脂肪肝 其实真的会变 会消哦 多久会消啊 我是不太相信 这个要时间 真的要时间 你要坚持 因为运动不是 一个月可以消吗 不可能啊 最少要三个月到半年以上 假设就是没有运动习惯 能开始因为这个成龙医师 成龙主任今天的讲法 他先今天开始运动 40分钟 然后都有流汗 这样子也会产 每天40分钟 你就三个月之后 脂肪肝一定会有所改善 会有改善 但不一定能够立刻要到病除了 对 最少你适当的运动 对你的心血管 你心肺功能等等那些 都很好啊 对啊 是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觉得 就算我真的运动了 我觉得又比较健康了 然后不咽不酒 心情放轻松 但是也不会变瘦 脂肪依旧在 顽固脂肪还是在身上 这个就是你要有氧跟无氧 两个要加在一起 大家都说就是要少吃 可是你运动又要多吃 所以一运动又吃了之后 他要进入一个可怕的循环 就好像我有个朋友就说 只要他吃大餐之前 或者大餐后 他都会去跑 是我也是这样子 他就罪恶感 就不救 但是这个结局还是一样 对 饮食还是很重要 自己还是要管得住自己嘴巴 我记得以前 燕凯泰吧 他说 自己的嘴巴都管不住 你怎么去管公司 是 所以建议血脂多的朋友 今天陈医师是 希望你们要多运动 那健碱呢 你希望他们多久健碱一次 25岁的 如果有一点血脂的 是不是也是每年要健碱吗 如果真的第一次抽血 你这个血脂或者血糖 或者怎么样有高的话 最少三个月到半年 都要定期追踪 了解 我想每个医师 都会做到这一点 如果真的是 每次抽血 抽血都baseline 你的基本抽起来是OK的话 你到40岁以上 最好每一年到两年 都要做一次健康检查 这会比较安全 对 就是提醒所有朋友 医师告诉我们 40岁以上 你大概一到两年 看你的健康情况 就是一定要做一次 全身健碱吗 对对对 包括胃镜啊那一些的 对啊 还有大肠镜 因为国人大肠癌的 几率还是蛮高的 所以还有饮食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大肠镜 应该是要做的 对 那平常吃东西呢 医师你都怎么吃 吃少油 低盐低糖 嗯 甜点不吃 肥吃肉不吃 你都这样吗 你讲到都是我想吃的东西 对啊多难过啊 只是这样量要自己控制好 是 对就是你的量 不要一下子就是暴饮暴食那一种 就是三餐你还是要有个分配 这样就会比较好 是 所以吃肉也是要吃 就没有油脂的 尽量不要 对对对 尽量吃那个挑 如果真的吃 不喜欢吃吃的 不要肥厚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回去就多跑两圈 好吧 今天成龙医师很谢谢您 谢谢双核医院的中方中心主任 成龙医师告诉大家 真的 血脂高的话 还是赶快看医生吧 赶快去运动吧 谢谢医师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今年的功课 下次再见